出遊遭遇突發狀況 也讓小孩更慌張 如果你今天沒有搭上船的話 你就要 這種難民一樣 你快就要搭上船 在那個第一時間 大人一天要先冷靜 你在想說要怎麼辦的時候 你再把它講出來 因為有時候沉默 小孩會更緊張 這個過程當中 你就少了那個恐懼 而且讓孩子多了一份 處理問題的一個經驗 在那邊